他來太慢了 不然的話我肯定這個草叢蹲人 然後給阿Q的 來搶線 兄弟 玩個EZ卡嗎 不來搶線 玩個香蕉皮啊 OK 這個阿Q給的漂亮 OK可以慢慢推線 現在已經不需要搶線了 已經可以慢推線了 就慢推線 去搶那草叢 我感覺他是不畏的 不畏的 挺難辦的 可能說有點難辦 牛逼 不帶火嗎 不帶火他不相信我呀 幹嘛 怎麼說這個東西啊 他肯定要帶點火呀 不帶點火 好 欸沒溝通好嗎 我在打寶石 他是在打爬板去 寶石在給他狂奶 哎呀 哎 手法 不帶火 咱們打對線啊 虛弱打對線不厲害 虛弱打團厲害 有手法的 這寶石我已經看得出來是有手法的了 只能這麼講 好吧 但沒關係 EZ搭卡馬能打 是可以打的 拉扯 突出的就是拉扯 就一定要拉扯的打 不然打不了 只要拉不被一波ALL IN就可以玩 被一波ALL IN就玩不了 慢推線吧 慢推線 不着急 慢推線他痛苦 我開心 慢推線 慢推線 2-1-3打破不太好 那些無價值寶要拿來賣喔 那些無價值寶要拿來賣 我的心 早就因為補得太多的小兵而變得冰冷的 我只能這麼說 冰冷的意志使我變得非常的無情 沒有技巧啊對沒有感情全是技巧不好意思說錯了 全是技巧全是手法 如果要問怎麼才能讓心變得溫暖 答案是逼我50誰挺我吃 或者拿一段精彩的籃球技術如何 感覺應該可以變得立刻歡快起來 感覺在 感覺在胡說八道的我操 純胡說八道 不帶著草嗎 來這個 我可是拉扯的好手 拉扯好手 一折瑞啊 別吃 別吃別吃 他們剛剛不能直接往草叢裡鑽的 有他們是有個combo的就滑板鞋如果直接在草裡拉大 然後那個寶石撞出來 再在敲一下會記得那控制鏈會大機 就不能 分險太大了 操腦的他媽怎麼Q怎麼這麼醉啊 哎呦我操空空有點多啊 這技能空有點多不好意思 吃一個多層吧 我可以不回我有三刀我可以一直賴線 終於終於也沒下了 走吧 想回可以回 我 不著急我自己不著急 不著急 我跟你講 EZ打滑板鞋的優勢真 優勢優勢再大也要謹慎的打 因為只需要一波 他可以他可以犯無數次失誤 他只要一波殺了我 我犯一次失誤我就得記 所以別犯失誤 真的真的別犯失誤 我只要失誤一次我就炸了 就這麼殘酷 英雄的特性就是這麼的殘忍 沒辦法 所以穩加穩打吧 不著急慢慢打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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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好好學 遲早你也學會學會EZ該怎麼打滑板鞋 你也學會學會EZ該怎麼打滑板鞋 要點啊 好好拉扯 這本書 滿滿 怎麼說呢 滿篇其實 要點就是拉扯 學會拉扯 別急 控制距離 這樣才好打一點 這樣才好打一點 不然 非常難打 沒辦法 這種英雄 天克 你看拉扯 學會拉扯 就好打 雖然這是一波平平無奇的雙差 但是 其中有很多細節 滑板鞋的團戰能力 也不是吧 滑板鞋的保命能力 比EZ 主要是EZ這個英雄的保命能力 在AD裡面是數一數二的 所以他的團戰發揮空間比大多數AD要高 霞 霞也有保命能力 但霞的 霞因為手太短了 霞 霞的 打團 還是有點 就是 風險 但霞如果持續作戰輸出 肯定比EZ高 那也是正確 有靈活性 該消點輸出 挺合理的 很合理 只能說 總不能 又靈活 又有傷害 又變態 前期又無敵吧 沒道理 葛德王花裡胡哨的 是不是葛德王花裡胡哨的告訴我 你也葛德王花裡胡哨的 你也在跟我玩花裡胡哨的東西 呵呵 搞這麼多花裡胡哨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白痴直接走上來了 這就是一個 完美的距離把控的感覺 就把握靠一個距離 對面會很難受 你看這結束 簡單 對面難受我就爽了 嘿嘿